1996年的春天 有一个25岁的小伙子 颤颤巍巍地走进了老板的办公室 他的心跳卡到了嗓子样 因为在30秒钟之后 他就将知道自己的年终奖 Andy呀 今年表现得不错啊 虽然呢你是新来的 但是我们对你都寄予厚望 所以今年的奖金 500万美金 500万美金呀 同志们 你想想什么样的一个公司 可以给一个25岁 刚开始工作的小伙 开500万美金的奖金 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公司 可以连续6年 获得全美最具创新精神公司的称号 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公司 可以在短短的三个月内 从市值600亿美金 跌倒破产 安然公司 安然公司 一个由三个经营带起来的 一个狼性团队 它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 把一个本来健健康康 做实业的天然气公司 带上了不归路 成为了全世界最臭名昭著的 财务造假公司呢 这个故事我们先从他的第一个精英说起 安然的董事会主席 Kennis Lake 这个人值得一个外号 我们把它叫做肯老 1942年的4月15号 这个小肯老出生在密苏里州 一个不起眼的小镇里 他小时候家里因为做生意失败了 所以其实并不算很富裕 不过小肯老还是很争气的 凭借着智商情商双商在线 28岁就获得了休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博士 29岁就获得了中卫的军选 在美国的五角大楼里 给海军做财务分析 30岁成为美国联邦能源委员会的副主席 美国内政部副部长 32岁开始从商量 39岁就做到了美国佛罗里达电器运输公司的主题 43岁 1985年的时候肯老促成了休斯顿天然气公司 和一个叫Internought公司的合并 这就是我们听说的安然公司 其实最开始安然的CEO并不是肯老 但是肯老厉害 短短的三个月时间 他就顶替了原来的那个CEO 成为了安然公司的董事长兼CEO 由此可见 肯老还是非常有两下子 你想人到哪都是主席 又是个经济学的PhD 脑子也很灵光 而且我跟你说肯老真的是政界商界 双界通吃 他跟前美国总统小布什都是好哥们 小布什之前就亲切的称他为canny boy 就是小看看 你就说吧 这是不是叫平步青云 精英中的精英 你看说到这儿 我到现在都没说安然到底是干什么的 其实也是因为他确实太无聊了 简单来说 安然就是一个天然气运输公司 凭借着肯老的能力和他的政界关系 他当时就一直在推动 天然气价格自由化的这个政策 并且就利用这个政策迅速发展 就做到了美国天然气运输界的老大 其实在安然成立的前五年 肯老还是非常踏踏实实在做业务 我简单翻了一下他们85年到89年的财报 还是很老实的 基本上就说天然气公司发展怎么怎么样 我们安然公司做了什么什么 所以赚了多少多少钱 不过背地里肯老的野心 就慢慢开始露出了苗头 他已经不能满足于天然气运输这个市场 有一次安然有个高管就发现他们有两个交易员 通过利润造假 还有高杠杆的投机来获取利益 这个事儿显然是不合法合规的 那这两个人就应该被开除 但是这两个人不但没被开除 肯老还在私底下跟他们说 小伙子你们干得很好 这是咱们安然最赚钱的业务 你们就好好的干 钱赚的更多 于是乎得到了高层领导人的默许 那这两个小伙子都是肆无忌惮的开始投机石油市场 把杠杆加到最大 你说这不就是赤裸裸的赌博吗 果然九赌无剩佳 这两个人在87年的时候两天之内就亏了9000万美金 弄得安然差点就破产了 你就说这赌的得有多大吧 最后一个人遭遇了重罚 另一个人锒当入狱 不过这幕后的大boss啃老呢 我不是我没有我不要跟我没关系 装得自己一问三不知啥也不知道 毫发无损 你看通过这件事老狼的本色已经开始展露头角 刚刚丧失了这两元大将 丧失了赚钱机器的肯老 就开始另谋商机 1990年的时候肯老就招下了他麾下的第一元猛将 Jeffrey Skilling 你看他的姓他姓Skilling 所以肯定有很多Skills 这个人就是我们这个故事 当中的精英二号 他当然也值得一个外号 我们就把它叫做杰哥 这个杰哥也是个人才 他当时在哈佛商学院MBA毕业的时候 就是前5% 然后就加入了麦肯锡做咨询 当时安然其实是麦肯锡的客户 87年的时候杰哥作为安然的顾问 就帮着安然建立了一个天然气的远期交易市场 肯老一看 这小伙可以 立马将杰哥招入会下 专门让杰哥负责安然金融公司 来掌管天然气打送商品的交易 我这么一听什么牌是天然气打送商品交易公司 你说安然它不是个做天然气运输的公司吗 这让我简单解释一下 因为天然气的价格 它是在随着市场实施波动的 对买卖天然气双方其实都是一个风险 因为我不知道未来的价格是多少 所以杰哥就开创性的建立了一个远期交易市场 或者叫期货交易市场 这么一来 天然气的价格就可以史无前例的 像股票那么样去交易了 安然在中间就变成了一个做市商 就像我们之前说 华尔街投行里面的交易部在做的事情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开创性的好主意 安然它凭借在天然气行业里头的龙头地位 同时有很多信息 做市商的业务就迅速反战 我们刚才说杰哥有很多其他的skills 管理就是其中之一 他也有自己的一套管理哲学 那就是狼性团队 你看狼性团队是什么特点 就很拼很能干 极度的攫取利益 我要筛选出最优秀的精英 让他们帮我攫取每一份的利益 于是乎杰哥就弄了一套讲法分明的机制 每年员工都要做一个业绩评选 根据业绩和大家相互打分 然后在尾部的10%到15%的员工直接开除 你敢想吗 那么大的一个公司 每年要开掉15%的员工啊 但是在杰哥的管理下 安然就这么做了 当然啊 是狼就得有肉吃 所以杰哥的奖励机制也是非常的慷慨 他们员工的工资比同行要高出一倍 这就是为什么我最开始说 一个评级为最高级的25岁刚入行的小哥 就能拿到500万美金的奖金 为了这些巨额的年终奖 这些狼们也是绞尽脑汁拼尽全力 每天要工作18个小时 想尽一切办法 不惜一切代价的来给安然赚钱 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了另一个公司 就是高盛 我们一说骗局就有高盛 不过这一期还真没高盛什么事 我就是提一下刷一下的存在感 跑题了 我们接着说回杰哥 杰哥还非常喜欢带着他们员工去提 一件机械运动 因为他说这种刺激感 会激发这些狼们的原始野性 让他们更拼更能赚钱 用杰哥自己的话说 他说 他就喜欢那种不拥一格 不受约束 不按常规猪牌 但是能赚钱的人 所以在杰哥的这套管理下 成功地打造了一个狼性团队 能拼 能干 而且为了利益可以不择手段 而杰哥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狼王 在狼王杰哥的带领下 他做市商业务就飞速发展 所向批评 一开始他们就做天然气的期货市场 后来又发展到什么电力 塑料 钢铁 甚至有人要做天气市场 凡是狼队略过之处 别说给你有点骨头 就啃得连个渣渣都不带剩的 在市场上一时独秀 没有任何竞争对手 可以跟他们抗衡 每年的收益率增长 能达到40% 50% 你看杰哥在加入的10年后 2000年的时候 如果你看安然的年报 虽然安然做了一大堆业务 但整个营业额里边 95%都来自杰哥的 做市商业务 这内核已经俨然变成了一个金融公司 一时间 安然的股票也是飞涨 成为了华尔街炙手可热的大明星 凭借着这个业务的漂亮营收数据 也帮着安然的市值 突破了600亿美金 成为了全美第七大公司 于是杰哥在2001年的时候 就顺理成章的 变成了安然的CEO 所有的员工 因为都拿着安然的股票 每天脸上就洋溢着笑容 经常员工开个年会的时候 大家都喜笑颜开 盛世欢腾的景象 就非常的喜出望外了 大家整天就在讨论着各种获奖 破纪录 拿奖金 人非常的激昂 从1996年到2001年 安然连续6年被财富杂志评为 全美最具创新精神的公司 说到这儿 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就是一个公司非常能赚钱 也确实给它的投资人 带来了收益 好像都很正常 但是 这只是水面上光鲜的故事 安然这么复杂的一个机器 是如何支撑起来这个营业额呢 真的是靠这些狼性团队们的智慧吗 下面跟小林潜入水底 咱们来一起看看真正的安然公司 1990年 杰哥加入安然之后 自己又火速招入了另一员猛将 叫Andrew Fasso 就是我们说的精英三号 当然 他也值得一个外号 就叫小安 小安呢 也是个高材生 西北大学的NBA毕业 精通财务造假 财务科技 于是不久之后 就慢慢变成了安然公司的CFO 他倒不像杰哥啃老那么高调 整天抛头露面 但是也是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你看我们开始说 安然是最大的财务造假案 而小安呢 又正好是CFO首席财务官 安然 小安 一看这个人就不简单 于是1991年的时候 啃老 杰哥 小安 三个精英 集结完毕 你说一个骗子 要是想个造点假 还有点难度 但是要是团伙作案的时候 那就能把你黑的说成白的 方的说成圆的 假的说成真的 亏的说成专的 杰哥把小安纳入会下之后呢 首先就做了第一件事 就是他们用了一个新的记账方式 叫做按市值计价 就是mark to market 有些人可能一听会计 记账就头大 没事 咱们把它说简单一点 一般情况下 大多数公司 就算我签了一个10年的合同 但是我今年干了多少活 拿多少钱 减去今年的成本 这就继承我今年的利润 但是按市值计价 这个方法呢 就不太一样了 就比如说 还是刚刚我们签了一个10年的合同 那这个合同在现在 它就是有一个市值 有个价值的 它可以基本上是你未来10年 能产生的一个利润 那如果说 安然可以用按市值计价的方法 那我可以去把未来10年的利润 都放到今年 就可以把今年的利润给做高了 这种做法呢 其实理论上 你也不能说它有什么问题 因为其实我今年把这签了 之后我就履行约定就行了 这个钱呢 我寄在今年 之后这活我可以慢慢干 但这种算法呢 需要有个前提 就是这个合同的价值 是大家都可以认可的 所以很多金融公司都这么干 因为合同值多少钱 就有特定的模型 一算就算出来了 今年这个合同涨了 我寄点利润 明年这个合同亏了 我寄点亏损 非常的简单直白 但放到安然这种实业公司呢 就有一点前途 因为你说天然气这个合同 它值多少钱 说白了就是 我说它值多少钱 它就可以值多少钱 杰格也是口才非常好 非常的说服别人 他就借着说 因为他们做做事商 就有点类似于一个金融公司 所以他们就需要 这种以市值计价的方式 才能更真实的 反映他们的营收状况 SEC就是这个证监会 听完之后 也觉得好像也是那么回事 92年的时候 就批准了 安然公司可以使用 市值计价的方式 这下好家伙批准当天 杰格整个团队一片欢腾 因为他们心里清楚 能修改账本的这个魔账 被他们拿到 自从有了这个戾气 那你说安然 每年挣多少钱 亏多少钱 杰格你说个书呗 光有这一招 肯定是不够用的 这时候我们刚才说到的 小安就坟墨登场 小安就凭借着 自己对记账规则的了解 凭空就可以给安然增加利润 它是怎么搞的呢 它先建了一些叫做SPE 就是Special Purpose Entity 特殊目的的实体 就是一些空核公司 这些公司就把安然的股票 拿着抵押 去借债或者融资 然后用这个钱去买安然的资产 就可以把一些负债 通过记账的手段 转化成股权 是不是说的有点晕了 操作非常的晦涩难懂 当然咱也不是教大家 怎么去记假账 简单来讲 就是它的目的 就是可以通过这些 特殊目的的实体 把安然的一些负债和亏损 转嫁给这些SPE 这样一来在账面上 负债就变低了 所有者权益就变高了 换句话说 就是抬高了利润 因为我们刚刚说 SPE是要用安然的股票 去做抵押 所以只要安然的股票 再不断的往上涨 这个做法就像 我们之前说的那种 庞氏骗局 是可以不断的进行下去 你左脚踩着右脚 就踩上天了 所以结果 一旦有个什么亏损 那个业务亏了 投资亏了 就把小安叫过来说 小安啊 你看这又亏了4000万 你快快去捣屎捣屎 给这弄了弄没有 小安这边 好是的老板 然后火速去办 你说真的是个 在线救火员 人家CFO一般都是 预估一下公司的财务 做个财务预算 弄个财务报表 小安这边不一样 专门给杰哥擦屁股 好说到这儿 大家可能就有疑问了 你说这些精英 他们是傻吗 他们难道自己不知道 这就相当于 在引证止渴 自觉坟墓 这事迟早会败露吗 其实不然 小林跟大家一起来拆解一下 你想啊 如果你是个普通的小公司 也没有借债 也没有什么发股票这种东西 你就自己赚钱 做成自己的利润 这样呢 你赚了多少就是多少 不需要什么财务造假 造假就是在那骗自己 但是像安然这种上市公司 这种大巨头 他们的理念就完全不一样了 上市呢 其实就是 你利用自己未来的盈利能力 和你的信用来借钱 相当于花未来的钱 它的本质呢 其实都是我们用信用 没背书的一个杠杆 然后可以最快速的 去实现扩张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看到很多大公司 都在常年不断的借债 这边债到期了 就借个新债 然后还是动不动的 去发一点股票 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因素 就是你的信用 这就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说 华尔街公司 可以操控实体公司 因为它能给 这些实体公司评级 如果华尔街公司说你好 那你信用很好 借钱也容易 成本还很低 万一 华尔街公司要是说你不好 这下可就完了 信用评级下调 股价暴跌 借不到钱 到时候你资金链断链 就算你平时 自己业务做得再好 是吧 就照样完蛋 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个逻辑 你就能理解 那三经的如意算盘了 首先财务报表做得好看 市场就会对你有信心 市场对你有信心 这股价就可以涨 只要股价再涨 我们刚才说小安那个玩法 就可以一轮一轮 左脚踩着右脚地玩下去 小安能玩下去 就有钱不断地流进来 就可以继续操作 让他的财报变得好看 财报变得好看 股价就会接着涨 这个环就可以像我们之前说的 庞氏骗局那样 一轮一轮地滚下去了 那你就可以撑到天荒地了 而至于你上一个季度 到底赚了多少钱 到底有多少现金流的流入呢 其实就没那么重要了 所以为了保证股价稳步上涨 整个三经团队的外围工作 做的也是非常的到位 肯老这边就接着去游说 玩弄他的政治关系 然后在媒体方面 做好自己的形象 小安这边就在背地里 威逼里有各种华士街的分析师 让他们推荐买入或者增持安然的股票 同时还让他们的审计公司安达信 对安然的财务报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杰哥这边也是越玩胆越大 2000年的时候 他们的财报上就显示一个流媒体的新业务 给他们增加了1.1亿美金的虚假营收 这个事让安然的股票 两天之内暴涨了37% 同时那时候正好赶上互联网泡沫的破裂 于是所有的钱就都涌入到了 这个明日之星安然公司 也让这个股价一路飙升 你看上面我们说的那两个骗术 虽然听起来很神奇 但是它都有一个致命的bug 就是短期我可以把利润做高 但是你放到长期来看 合同该到期还是得到期 负债该还钱还是得还钱 当你真正到期的时候 那该亏多少钱就亏多少钱 除非你可以弄一个更大的假账去弥补 其实最开始安然可能只是想 做个小假账 美化一下自己的账本 但是当你一旦开始上了贼船 你就下不去了 其实99年之前 安然的财务造假也都能叫做小打小闹 蒙混一下就能过去 但是随着之后 安然在印度 在欧洲几个大型的投资失败 就让原来只有巴掌大小的窟窿 变成了一个黑洞 而为了让整个的骗局能持续下去 捷歌对外一定要维持住 他们虚高的股价 每天还是强颜欢笑 什么事也没有似的 公司一片大好 对内也不得不接这个员工 发高额的奖金 来让他们维持信心 而这时候 只有狼王自己心里清楚 他急需要一根救命稻草 来帮助自己爬出泥潭 终于在2000年的时候 杰哥抓住了最后这一根救命稻草 就是加州 因为加州那时候 刚刚实行了电价自由化这个制度 就是这个电价不是固定的 而是根据供给需求 它会波动 于是狼王的团队 立马就嗅到了猎物的气息 他们就想通过操纵这个市场价格去获利 于是他们就迅速垄断了 加州的电力市场 然后这联系人 就遍布加州的电网 在用电的高峰期 他们只要一个电话打过去 就能让半个加州停电 那电价自然就飞涨 这就相当于你买了一个股票 然后你可以控制股价的涨跌 你说还有比这事更容易赚钱的吗 后来这交易员一看 这招好用 就变本加厉 动不动就让半个加州 整个因为停电就瘫痪了 电价瞬间暴涨十倍 民众也因为支付不起这些高昂的电价 哀嚎连天 加州能源公司巨头 PG&E也因此倒闭 而安然的交易员们 就在千里之外 获得着巨额的利润 甚至之后录音还曝光 他们还在嘲笑这些 加州因为用不起电的民众 就是因为有了加州这块肥肉 安然的交易部门 2001年第一季度的时候 交易部的营售就达到了 484亿美金 这可是去年的四倍有余 狼王终于有了一丝喘息的机会 但是你想这事闹这么大 怎么可能不被发现 慢慢的民众就觉得 这个电价的巨额波动 跟安然有关系 洪水般的抗议和漫娜 就朝安然涌了过来 安然这边就开始 积极做各种的公关工作了 肯老利用他在政界的关系 开始联系他的好哥们小布什 那时候布什还是美国总统 就游说他的好哥们 说千万不要取消 电价的自由浮动 说这个其实就是 短暂的一些异常 市场慢慢就会 让他恢复正常了 然后捷歌这边对外 也是死不承认 这事跟安然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就是光明正大的做业务 帮助电子流通 我们是在帮助加州群众 大家肯定是不吃这套 你良心都被狗吃了吧 杰哥有一次去加州 然后有一个民众 一个蛋糕 就摔杰哥脸上了 加州电力丑闻的发酵 就让外界开始产生了 对安然质疑的声音 做空机构 媒体都加入到了 讨伐安然的队伍当中 信用的丧失就出现了 杰哥最担心的一幕 就是股价暴跌 2001年的时候 虽然表面上 安然的业绩还是非常的好看 但是股价还是直线下滑 半年就跌了40% 而按照刚才我们的逻辑 股价暴跌就意味着 小安那套玩法 没有办法再继续了 这时候三经就意识到 大事不妙 于是他们加起来 一共套线超过5亿美金 一方面自己这边套着线 另一边对公司的高管员工都说 我们的公司依然坚停 建议大家买入 而这时候的CEO杰哥 那真的是 如坐针战 如亡慈悲 如梗在后 他深深地陷入了焦虑之中 因为他伸直这艘巨轮 马上就要沉了 只有跟他比较亲近的几个手下 才能看到他日渐憔悴 每天冲着窗外发呆 有一次 在对外投资人的一个电话会议上 狼王被问得哑口无言 情绪极度焦躁 已经抑制不了心中的怒火 对一个华尔街的分析师说 面对一个记者非常简单的提问 安然到底是怎么赚钱的 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 杰哥竟然是愣住了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一切都在朝着最不妙的方向发展 狼王他自己快要撑不下去了 2001年8月14号 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 杰哥突然对外宣布 因为个人的原因 辞去安然CEO的职位 希望能在安然爆雷之前 赶紧脱身 那华尔街可不炸了锅了吗 你说这么大的一个公司CEO 哪有这么任性的 说走就走 这里边肯定有问题 就包括证监会 媒体多方机构开始把矛头指向了安然 于是这个雷接二连三的就被爆了出来 这时候肯老又回来当他的CEO 他还做着最后的挣扎 就开始对员工说 你们要相信安然还是很坚挺 我们的股票现在被低估 建议大家买入 另一边呢 自己偷偷地开始卖安然的股票 两个月之后 2001年10月份 肯老也前驴即穷了 对外宣布 安然从97年到2000年 因为记账的失误 导致了额外6亿美金的损失 就像我们最开始分析的 安然这艘巨轮 因为市场对他失去了信心 股价暴跌 再也没有办法融到一分钱 最后资金链断裂 这个几个月前 还是华尔街最亮眼的明星 如今宣告破产 两万名员工失业 纸永远是包不住火的 算总账的时候到了 为了自保 当年不可一世的狼队 开始相互的撕咬 安然的高管就打算集体 把所有的锅都让小安去背 小安这边也被逼急了 直接跳出来选择做污点证人 开始揭发肯老和杰哥的种种罪行 于是在2006年的时候 小安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2011年提前出狱了 之后就一直致力于 金融反诈骗的事业当中 肯老这边本来是要面对 最高45年之久的牢狱之灾 但在2006年终审前夕 死于心脏病 至于狼王杰哥被判处了 24年零4个月的监禁 2013年的时候 被减刑了10年 2019年出狱 出来之后立刻打算东山再起 建立了自己新的天然气公司 而一直以来呢 给安然做审计的 这个安达信公司 当时因为爆雷之后 狗急跳墙 想掩盖他的罪行 就删除了数吨文件 因此被吊销了会计执照 本来就几十个人 知道的一个审计项目 拖垮了一个百年审计公司 8万5千名员工失业 从此五大会计师事务所 变成了四大 就这样 一个精英团队 被短期的利益蒙住了双眼 一个狼队杀红了眼 一步步的掉进了 自己亲手制造的陷阱当中 安然一直以来的广告语 就是ask why 问问为什么 的确why 为什么 为什么肯老要在当初 发现交易员违规操作 还要继续支持 为什么杰哥为了谋取利益 要设立如此残酷的竞争机制 为什么小安要把自己 全部的聪明才智 都放到作假账上 为什么安然的交易员们 可以一边嘲笑着 加州的民众疾苦 一边为自己的高额奖金而欢呼 为什么百年审计公司的安打信 可以放任安然 如此的胡作非为 为什么华尔街的交易员们 明知道安然有问题 还要给出买入评级 为什么如此巨大的一个骗局 在中间任何一个环节 没有一个执行者 早点说出来 会激发这些冷冷冷 是 challenges google.com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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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吗 bij 牙